公务员的方面 有很多人问我们 公务员是否要在家工作呢 我们都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都是参考了上一阶段 所谓在家工作的经验 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政府是一个提供公务服务的机构 如果很多的公务员在家工作 无可避免影响了给市民的公务服务 比如在运输处需要换驾驶执照 换车牌 又好像在社会福利处要申请纵援 或者要在屋外处要入职 所以一个比较一刀切的在家工作 似乎会不是很适合 与私营机构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今次就不打算 是大幅度去做这些所谓在家居工作 但是昨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已经发出了通告 是要求每个部门 是要让公务员弹性地上班 还有午饭 就是说有些同事可能 迟些回来迟些放 来减少了社交的距离 或者公共交通方面的擠涌 康民署的场所也都需要关闭 但是我在这里呼吁 私营机构 如果没有我们刚才说的 必须要为市民提供持续的服务的时候 我呼吁他们尽量给员工在家居工作 减少这些社交的接触